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节目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幸福到底是什么 有一对非常善良的夫妇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他们觉得他们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爱 但是生活和孩子给予他们的回报 只有一个词叫泪水 在他们的生活里经历了一些什么 他们今天来寻找的幸福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VCR 这是一对从东北辗转来到河南定居的夫妇 善良的夫妇俩生活简单质朴 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因为收养了两个孩子而改变 夫妇俩明明有生育能力 却因为收养了第一个男孩之后 一生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可谁曾想 养子一度失踪 养女婚姻不幸 家庭惨遭巨变 给这对善良的夫妇的生活 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委托人 有请范和跟张水澜夫妇 来有请 请坐 刚才通过我们的短片介绍啊 我们得知您两位当初是其实是有生育能力的 为什么没要自己的孩子呢 当时是在部队上班这个当军时间有个小儿 他没有他父母了 人家抱不来了 虽然你收养的养的吧 养了以后有小儿了 人家进化生育不允许 就这样没有养中小孩 就等于当时是无意之中收养了一个孩子 但是因为进化生育的原因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要自己的孩子吧 对对对 认识孩子的生父和生母吗 不认识 他不在了 父母不在了 当时不在了 没有人养的 是不是随着这个抚养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 跟这个孩子的感情就越来越好 本身养他我感情都对小孩就好感情都好 这孩子可爱吗 小孩可爱 后来大了 教惯了 想要啥也要啥 想吃啥就买啥不啥 慢慢教养起来以后 这个就 就不听话了 像小学那还行 像那个三年级以后就不行了 三年级以后发生了什么就不行了 他就不快学习 我老好咒他 咒他 就打他是吧 打 掏学 不快学习 他本身他从小都教养 花钱 人家有个学生待一起玩 几个人接到一起 你再给我拿个钱 他没有钱就先给家要个钱 就花钱 要个钱给他 不给他几个人就给你打了一顿 上学了以后就打了一顿 就这样 后来我才发现了 从这以后往这学习就不行了 那就是说这个事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 那就是有影响了 你们在发现他这个跟顽皮的孩子这个打架什么之后 您发现了 您说孩子变了 那之后你们采取了什么方式呢 后来上到上学了上到初中不着 到初中以后也没有上初 去一天到那就是 人家那个学生又又打架了 他打个抱五行 给你打一顿 人家就不叫他上学了 等于上到初中以后 学校就不要他了 学校这个初中就上了近的一天的项目就不要了 这时候孩子没有学上了 他出去跑了 会哪去了呢 他跑到是 他那种大火车跑到这个汤山 汤山 冲汤山跟他招会 赖到那一口 人家哪个叫大电话 我有会的汤山 等于孩子不上学之后 被学校除名之后就无所事事 回来了 从汤山回来了 在艳干上征名了 四年都叫他当兵了 现在叫部队叫一叫 那部队他也不行 当两年兵就在部队都跑出去了 从部队又跑了 从部队回到家又出去了 他哪人呢 出去了 出去了 一直都没回来 打不住找 也找不着 也找不到 后来又停了他去年去留了 就那 找了多长时间呢 找了一年多 一两年时间是吧 没长长 儿子突然之间 从部队回来之后就失踪了 而且家里人费尽了心思 找了两年 是 都杳无音讯 那么到底儿子去了哪 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 那部队在北京找到了他们的养子范英男 几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让范英男消失在范和根夫妇的生活里呢 从小就比较逃 然后从小呢 给父母聊得不少麻烦 结果我来父母落到监狱里边 被捕 干净里的头四年吧 我爸妈根本就不知道我 心里 心里就把我 还以为我失望 这辈子我最愧的就是我爸妈 希望我爸妈能够原谅我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儿子给请出来 来有请欢迎 主任好 大家好 请坐 我们现在其实都很疑惑 去哪儿了呢 在长城那个有一个叫三马路的地方 三马路劳务市场 我在那找工作 那时候都得就剩 好像也就200块钱左右吧 然后他们那个劳务市场有那种中介 就是得交50块钱 然后他给你安排工作嘛 我交了50块钱 交了50块钱之后 他们就是随便随随便便就给我写了一个地址 然后等我去了之后 根本就没有这地方 就觉得第一次被骗了嘛 我就回去找他们 找他们 让他们做 把钱退给我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在那一片都是就那种混的 把就跟他们打起来 然后后来就认识 后来我那个就是我干爹 我认识干爹 就开始跟他分身会 实际这个时候 你就步入了这个戴黑性质的一些组织里了 是吧 对 还认了一个干爹 对 那时候就觉得他对我正好 每天给我钱还 但现在想其实就有棋子 用东北话 模糊 敢干 他是需要给我钱 给我 我喜欢的东西 他全给我买了 顺着我 让我干嘛 就是利用你 对 再说我 我这人就是觉得 我只要欠人家 我肯定得还他 我从来我不愿意欠任何人 我只要欠了之后 我心里边就挂一个舌头 然后突然间就是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说 应该那个 刚才有个事 现在一直心里边 挺闹心的 我什么事跟他你说吧 然后他就说 谁谁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知道了 然后我就当时就领两个 说说兄弟 但都比我大 他们都二十了吧 那么三个 当时什么也没拿 就是拳脚打 他这边跑 反正丢命完 我们这边三个就追着他打 一扑头就中了 就是给打死 当时没死 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就是 当时是没死肯定 然后 直接给我那干爹打电话 我这人可能不行了 反正你们自首就 其他就都不管 让我们三个人自首 我听了非常震惊 说实话 这个 这些故事 我是在 电影里 电视剧里看到 我今天 我觉得我坐在这 我都有点恍惚 是真的吗 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应该说 和我家里的亲戚 我的侄子 都差不多大的一个孩子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觉得他好像 在说一个故事 甚至我听他说的时候 我都觉得 有点不关他的事 他像说一个别人的故事一样 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没成年 有18岁了吗 没有 还没有18岁 对 然后你觉得 这一切 你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就像一个梦一样 后来我因为这个事 我判了七年 我在监狱顿了七年 我说实话 我挺庆幸的 七年监狱的 那这七年等于就 失去了跟父母的关系 对吧 我进居四年以后 在里边弄的电话 给我爸妈打了 为什么在你入狱 第四年的时候 你有勇气跟父母联系了呢 因为我在里边绝食 嗯 绝食 为什么 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 就压死 你是对生活失去了意义了 是吧 觉得 不是在里边 太压抑了吧 我特别想问一下妈妈 就是当你的儿子在监狱里 这个是你给打的电话 还是你的监狱的管教打的电话 监狱管教 那就是你绝食 所以你监狱的管教 要通知你的家人 对不对 对 当您接到监狱的管教 打来电话 告诉您说 您这个儿子在监狱里的时候 嗯 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了 是 干啥那个事儿 陪天的事儿 我养急 陪到二手 叶某弄了一球砍 学是对他 辅助了 辅助了多 当时不砍他 也怼他又回家 那个时候失望吗 那个时候 梦一开始听说 学是当时一起之下 怼他又失望 嗯 但是啊 这害是个害 害只得跟他打电话 鼓励他有心情 整个赶出来 嗯 带谁会让他做一个游泳的人 嗯 就这个时候 你们夫妻拉等于 还没有放弃他是吧 没有 一直没有放弃他 爸爸他这个身世 你们是什么时候告诉他 就是他并不是你们亲生的 这件事你们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呢 那没有告诉他 他不听 他不听话 他不听话 没告诉他 他不听话 后来都说的 我说你还不听话呢 你都是我来部队门壳上捡你的 我对你付出的太多了 我对你付出的 比我亲生啊 还亲生 我因为你 我都谋在 谋在养害子 是不是 是妈妈把这个事告诉他的 你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是他入狱之前 还是入狱之后 他入狱了我 我还告诉他 我说你 你还只能整着 好好地改导 是不是 那英兰 当妈妈跟你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怎么不想 想想也是 亲生的父母都不一定能做到这样 就是妈妈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吃惊吗 说你是暴来的 不是他们亲生的 我没觉得震惊 我就是觉得 心里边一阵愧疑 那种愧疑 一下就顶了 亲生父母不一定能做到这样 第一次给我爸妈打电话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觉了 将近六天了 胃都已经沾缠了 他们给我擦一会儿 我就咬了 那时候就像死 后来 听到我妈 在电话里哭的声音 就像我说的 我的命不是我的 我没这个字 这时候我发生了 就是在一个人最绝望 觉得生活失去意义的时候 这个时候 心情唤醒了你 对吧 是 当时我就想我 我得活下去 我得为我爸妈活着 用一句外道一点的话 人家把我养这么大 我曾经跟这个哥们讲究 跟那个哥们讲究 我没跟我父母讲究过 我特别希望电视机前 很多正在青春期迷茫当中 挣扎的这些年轻朋友 能够看到我们这期节目 看到一个曾经和他们一样 在莽撞中奔波 挣扎 在漩涡里 爬行的一个年轻人 走到今天 他的心里话 我希望对他们 能够有所启示 妈妈 我也想问一下 当时收养了这个孩子之后 您又收养了一个女儿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养的 那个女儿吧 哪是我一个前晚上 自己家亲戚的孩子 我妹妹呢 那是我阿姨 我阿姨家的 实际上又给你找了 又给你找了个妹妹是吧 对 你跟妹妹的感情好吗 我跟我们家人 怎么说 我们家人在我心里边 都特别重 我从小就用东北话讲 从小就护犊子 我们家人 谁都不能受欺负 那种 小时候我特 也特护我妹妹 妹妹现在的生活情况 你知道吗 我知道 跟我爸妈说 她现在离婚了 妈妈 等于现在收养的这个女儿 她的生活情况 也不如人意 不容易 不容易 现在 她都养一个小孩 闹离婚了 有一个孩子是吧 有一个小孩 我逮的 就跟着我们 外孙子还是外孙子 外孙女 你们家的现在 整个经济情况如何 经济情况不好 现在还钱外孙 欠了多少钱呀 欠了二三十万 怎么欠的这些外孙子 就一直都没 一直养鸡养的 配的都没 都没放过来钱 后来她又出来的时候 有这个 有这个高的音乐 有唱歌的 那一年不值得来呀 那一年也得记他 一直都没换过来 其实都没换呀 现在她喜欢唱歌 在做音乐 所以也花了一些钱 是 挣着钱了吗 她 没有 一直还是你们在贴补她 她现在没有挣过钱 现在还是一直都贴补她 那英南你是在北京做音乐 就是我妈给我打完电话之后 在里边 我就想 我说我出去之后 起码我得有一样手艺 我得吃饭 然后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学 把那钱补学会之后 找了一个同伴 是一个木匠 他帮我做了一把 那个缺点吉他 然后我就 求那个管教 帮我找了两本 就破的那个 吉他弹唱的书 然后我就开始 自己就是自己琢磨 这么研究 刚开始 一个屋里因为一个监车里边是六十多人 我不能在屋里谈 他有的睡觉休息什么的 我只能上厕所 然后早上起来六点就开始练 练到中午吃点饭 晚上接着练 这么练 把这吉他弹的差不多之后 我就开始想写歌 出来之后我就开始学这个 那个 就迷迪 电脑电脑音乐制作 直到我的专辑 整张专辑 做词 做曲 编曲 混音 还有和尚 都是我自己 现在你出来之后就是在北京 之前我在广州待过一年多 学在那边还是没有 北京那边发展空间大 但是在那边也唱业场 也散钱 散钱不够用了 我想出川泥们那时候 然后就让我爸妈 可能能帮弄点 那实际上面等于 现在你还需要家里的补贴是吗 对 因为这个得投钱的时候 那你能 你什么时候能贴补家里 说实话 我现在都想贴补 但是 现在是花钱的时候 没有啊 方式很多呀 现在在一个城市里面 做一个快递员 我现在坐着呢 我现在晚上 带一个舞团 教跳舞 然后白天我大教授工 在酒店端盘子 就那种 然后有时候做保洁 然后有时候再拿着 机子唱的一下 八个妈妈现在 你们觉得 这个孩子转变大吗 从监狱出来之后 转变大 在这个农村的习惯不大 他这个 我都有不希望他这个音乐了 希望他在他这个年龄之后 咱弄着你都一起来认家 都称家了 我希望他能称家 糟糕了 不顶了工作 不搅家 不贴的 因为他是一起来认 我都放钱的 你们每个月大概要给他多少钱呢 从一时到北京 几个要两钱 中间给钱 再要两钱 我这病了 现在这母亲三年 再要一钱 那一起都有五六千 您都给了吗 给啊 都给了 他病了 他说病了 你不给不行 我也到不了了 来 都给了 您现在心里面到底把它看成是什么 还是儿子吗 我不是儿子 我这都不管他了 有我还是可怜他 还是我的儿子 我出销 要我这拿 我太可怜他了 可怜现在可能呢 这个 这个不听话 从我监狱出来的时候吧 我承认 我虽然有时候 需要你们在经济上 跟我支柱一下吧 但我肯定 我不是那种啃老猪 我不是说用你们的钱 去养活我自己 去靠着你们养的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在基金院上 实在是需要一些 小的经济上临时的帮一下子 但是我现在 我从监狱里 我既然我从绝食 然后自己又活着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 我就是为你们活着 我现在我只想想办法 不去走这个歪道 然后看着 靠着这个正道 靠自己的能力去 去走成功 把这世界弄成了 是啊 都是都是怕你走歪道了 你打电话 家来床 家去捷了去抓来 也值得支持你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 这个生活苦吗 我觉得生活也苦 也活得累了 活得累了 活得累啊 对这个儿子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所以我还是一心 我现在一心 还带到死 还希望呢 希望他能回头抓去撑家 我来撑个家 这个有个整个安心的 这个 你们恨他吗 OK 不能恨他 从小会 要我真大 妈我今天我把话说死了 这个 您听说妈 不能恨他 妈 之前 别管我怎么做 那是因为小不懂事 是啊 但是我从监狱出来之后 我脑袋里和心里边 只有你 对 我活的就是为你们活的 现在 对 我先为你的父母解释一下 所有的父母都是安全感的追随者 每个父母 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过普通人的日子 我建议你呢 学会做普通人 刚才钟群老师说过 在听你自己在讲述 你的过去的时候 仿佛不是在现实当中 让我也想起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西部片子 叫《燃情岁月》 里面讲的是一个老父亲 西部的老牛仔 有三个儿子 性格各异 老大 非常的忠厚老师 老三 非常的温文尔雅 而老二 这是我们这个主人公啊 是非常桀骜不驯的 他会在森林里头去熊 和熊来搏斗 最后在他一生当中的最后 他的父亲跟他 对他的一个总结是说 他是活在边缘的一个人 我觉得跟你很像 你的心里可能就有那种熊的声音 那种野性的声音 你很冲动 你很容易冲动 如果说每普通人 冲动指数是在85平时来说的话 如果偶尔突发事件会到95 是可以控制 而你平时就在100 一旦遇到事情 你马上就突破这个极限 而你突破的一个极限 是这个现在当今社会所不能允许的 您来刚才你说了一段话 我倒有一个感觉 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委屈 没有 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迷失的年轻人 重新回来 我们欢迎 做音乐也好 做什么也好 我觉得今天不是讨论梦想 我们不跟你讨论梦想 我就想知道 现在就是一组矛盾 你的养父养母 我在这特别强调是养父养母 就好像你自己说的 亲生父母 不过对咱就这样了吧 更何况是养父养母 现在养父养母就有这么一个心愿 和你自己的梦想 发生了冲突和矛盾 那你应该怎么做 还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吗 你现在的做法 其实就挺简单的 就是我有我的想法 我要通过音乐 等我红了 等我挣了钱了 爸妈我好好地养活你们 我把你们接到北京去 风风光光的让你们生 生活 他们不要这个 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幸福 你看妈妈对你们要求很低的 妈妈的要求是不要再进去 对吧 好好地做一个人 其实要求很低 这就是他的想法 可能他觉得那个就是幸福 你觉得是说我大红大紫了 才能给他们幸福 他们不要那个 我现在想跟我妈说了 说几句话 爸妈 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回家 然后结婚 养孩子 然后找个正经工作 希望你的脾气以后不要再冲突 知道吗 这个我一直都在控制 我知道 你不要以后不要再冲突 欲言啥事都得冷静考虑一下 你也不是不了解我 我这什么事 有头我就必须得做出个委 那你不行 我现在我现在也开始主持舞团 也也开始教学生代表 也开始挣钱了 那也是那也是 也开始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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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 开始往回挣钱了 我也能以后慢慢 也也不想那么 也不说什么 等我火了之后 我再给你买房买 买房 先不想那些 那些都远了 我可以保证以后 我每个月再给你们寄点补贴 一千两千 您别先找 我先给您寄的补贴 然后 作为男人嘛 我得先有四言 明白吗 但是音乐 我绝对不会放弃 丁楠 你有一点可能没有搞清楚 你父母要的 其实不是你每个月 给他们补贴多少钱 他们要知道的是 我知道他们想让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和美美的赶加做一个普通人 我不甘心 我不是做普通人那种心态的人 好的 我们来问问余老师的意见 正好我想希望在这个环节呢 让他用一个绘画心理测试的方式 来了解一下他的性格特点 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有的时候不可以理解 我们从他性格特点上来就分析一下 这样 盈楠 现在请你呢 在这张白板上画出房子 树和人 这三样东西 画在上面就可以 任人画就可以 好吧 来 开始 一南 三者的关系 房子 树和人 假如这就是一山啊 然后这周围这都是山 山 对 这是一太阳 然后这是一个树 这是一个房子 这是一大桌子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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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我爸我妈我 将来的媳妇和孩子 这边是水 就是说你的那个人是坐在这个桌子旁边的凳子 对 是屋子前还是屋子后 屋子前面 屋前 然后这些都是山和树 好 一南请回啊 好 我们先一样一样来说 虽然我让他画了房子 树和人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幅画当中 占据面积最大的是什么 是山 山在这里面代表的是一种力量 也或者称为一种能量 为什么 英南曾经有那么多的冲动 然后是因为这种能量 他把这能量释放出去 那么也借此想说 其实爸妈妈希望你做一个稳定 平凡一点的工作 但如果从性格特点来讲的话 其实英南很难做一个平平淡淡枯燥的工作 那样的话他可能会突然有一天一个什么吸引 又让他去转变他的这种轨迹 所以我倒觉得很危险 因为他这个能量必须要释放 如果能量不释放的话 他就会有点压抑 所以这种能量可以让他做到什么呢 要么毁变我自己绝世 或者我毁掉别人 那么现在如果他稍微成熟一点的情况下 那么父母的牵挂成为他的方向盘和导向 所以把能量的释放到他喜欢的音乐上去 我倒觉得未尝不可 所以这个是我对能量的一种解读 另外呢 他对于房子的画法 我觉得有点担心 房子一般来讲的话 应该正常应该有门和窗户 如果没有门和窗户的话呢 就说明他和家人 包括跟外界的沟通是不良的 那么结合刚才那种力量 他沟通不良 自己又非常有力量 包括那个太阳代表一种自信 所以他而言的话 可能是对他多大的挫折 他觉得无所谓 包括刚才他的感情没有那么敏感一样 所以这个就容易造成 他对客观世界的这种判断 有的时候过于这个和主观高于客观 就是偏于自信 你会高估自己 所以这所谓说的年轻气盛 那么所以你在下次判断的时候 稍稍的给自己降一点 这样的更符合客观事实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虽然有像我们老师说的那样 你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能量 也有激情 而且非常不容易的 我想表扬一下你的事 你在监狱那么艰苦的环境当中 找到了一个正当的途径 来释放自己的能量 音乐是作为一个桥梁 把你从人生的绝境当中 给拯救出来了 但是在你来到了现实社会的当中 音乐到底能不能成为你今后余生的谋身工具 是要值得考量的 我有必要跟老师您说的是 其实在座的每位老师也是对我这个误解也挺深的 毕竟咱们刚刚坐这也就几个小时 所以说谁也达不到的时候怎么了解 钱在我这儿 在我心里 说句实话 一文不值 感情永远都是第一位在我心里 但是 如果我 我爸我妈在农村 他们表面上不会去说我爸我妈怎么样 但背后我知道都戳他们这两股 因为他儿子通过监狱给他们丢人了 家里现在过得挺紧 我唯一能表达出来 不让他们让这帮村里的人去戳他们这两股 让这帮村里人从戳他们这两股变成羡慕 唯一的方式就是我能拿到钱给他房子盖过来了 那因为在他们眼里边 在农村这些普通的人 在他们眼里 你盖你房子了 有钱了 你就是有能耐 但是我不这么想 但我必须得去那么做 林南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最怕什么 没想过 你刚刚跟我讲 你说钱在你心中一文不知不重要 可是你后话说 其实如果有了钱的话 你能让你 并且你的父母 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也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所以其实钱在你心当中也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刚刚都说 您错了 钱在我心里不重要 说来说去 还是感情最重要 我是为了我父母 才去把这个钱看得重要 如果说我父母不需要去用这个钱 把他们的面子找回来 把他们 因为我丢的脸捡回来 这钱我可以不去挣 可是我 我趁点陪他们 行 我的任务 好等等 你需要他给你们正面子吗 还是需要他踏踏实实地待在你们的身边 过你们认为的普通而平凡的日子 我希望平平淡淡 他要是 他要是以后 他就不想他的音乐 就是 就是他一边 一边的 挣钱 一边做他的音乐 这个我也不反对 由于杀伯长 他这个心都不在家 能不会家 他最后他能说他的音乐 在一边 一边大红 能关注他自己 我也都放心了 他现在 相信他 这个 你敢期待了 你告诉你 我整个校 没有的话 整理了 你不要在音乐上来投资一下 我跟你投资不了了 我没势力了 你真打了 张开嘴了 咬个钱的 打了不给你 不行 因为父母刚才来思想明确一点 我是真没用 就是说你做音乐 他们已经无力反对你了 知道阻拦也没用了 但是他们的态度呢 就是你做你的音乐 叫我们拿钱 我们也实在拿不出来了 是啊 无力支持你了 既改变不了你 但是也支持不了你了 明白了吗 英南 爸爸妈妈的意思 明白了 早就明白了 请 今天的五位帮助团的老师 就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就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 来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来 小鹏 说实话 我也是做过孩子 也做过母亲 所以我在想 如果面对未来 我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可能最重要有一点 是我需要给孩子灌输亲情 亲情是什么 亲情真的不一定是钱 它可能就是一个电话 可能就是一个问候 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礼物 或者就是我去为我的母亲 为我的父亲做一顿饭 可能就是需要我去做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亲情 都认为用钱可以解决的话 那我觉得真的不是亲情 所以爱妈妈不一定真的 要你用钱去回报 好的 石阳律师 刚才这小伙子一直在强调 想将来挣很多钱 改变父母的生活 争回面子 当然这不能说完全是错 但是我想说的 这不是孝顺的唯一方式 好的 于老师 云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父母和这个家庭幸福 没错吧 幸福呢 是一种感觉 你希望幸福 这只是一个出发点 而父母感受到了 才是终点 所以我们幸福与否 不以出发点来评判 那么以终点来评判 以父母感受到了来评判 所以你所认为的形式 不管是甲乙丙丁 只有最终父母接受到了 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这也是我想的 好的 其实我一直想对所有的家长分享这个心得 就是你培育孩子 所有的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培育他一个良好的性格 和良好的价值观 那么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无非出于三点 一个是先天 一个是家庭环境 另一个是自我 那么关于之前你的性格是否成熟 是否完美 是否向上 你的父母已经为你的过去的二十八年做了买单 那剩下的事情 你二十八岁了 你只能靠你自己 靠你自我 完成你自我的修正 我想谈两方面 第一个如何选择工作 以及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选择工作 并不是说你的兴趣有多大 你一定这份工作你就能够很胜任 不是心有多大 就舞台有多大 你要很好的客观的知道 自己的问题在哪 自己的缺陷在哪 自己的能力在哪 然后再去从事自己的工作 要把工作和兴趣要分开 第二 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理解就是幸福 这种幸福呢 并不一定是工作成功了才有幸福 挣了很多钱才有幸福 而是你工作本身带来的幸福 而这种幸福不光是你一个人的 还是你的家人的 你的父母 他们需要的真真正正是 你每个月进来那些钱吗 还是说你给他们打的电话 还是说你能在他们身边 这是我要做 他从小就不是一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 我除了会打架 别的什么都不会 小儿可爱 后来大了就不听话了 逃学 不过学习 普通就上了近年一天的项目 就不要了 一直都没回来 打五招 几年养无音讯的他 此时却铤而走险 走上了犯罪的路 当时什么也没拿 就是拳脚打 后来我因为这时候 我判了七年 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了 是 学着当时一气之下 所以他就不错 失望透顶的母亲 一气之下 道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 我对你父母的 比我亲生 还还亲 我用你 我都没带 没带 心里边一定愧疑 心里边有点愧疑 心里有点愧疑 我曾经跟这个哥们家 跟那个哥们家 我没跟我父母家 即便是这样 父母依然用心良苦 面对如此寒心如苦的父母 儿子的生活 能够回到正贵 让父母真正放心吗 节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就是在做父母的 这些人心中会想 我今后怎么做 怎么教育孩子 而在做儿女的 特别是出于青少年的 这些孩子当中 我觉得今天 其实我挺感谢英男 他愿意把过往的这一段 血色青春告诉大家 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告诉我们曾经 走过哪些弯路 失足过 甚至在监狱里的那一段 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想对很多年轻人 会有震慑作用 包括我自己都在反思 当我们在青少年 在莽撞中行走的时候 也许我们没有听到 这样的故事 也许我们身边人 没有这样的经历 给我们足够的震慑 让我们在犯罪的边缘的时候 及时止步 我想今天要感谢英男 你及时地说出这一切 我希望青少年朋友 能够从我们这期节目当中 得到很多的启示 我觉得英男 今后我们在生活当中 沉下心来 注意倾听 我希望你用歌声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还是给爸妈吧 我专门带来一首 为我妈写的一首歌 《向歌老妈的中国风》 我们来听听 好 对 她的双眼永远那么温暖 她的双手永远那么温柔 她的皮把照椅变得花白 她是天下浪漫无论的爱 她的面容抖着她的闪亮 她的嘴吹地在我的心上 她的血液终备我的经历 终之间会留在我心里 那个满天稀奇的节日 我把我的志愿告诉你 绝其淡薄的心里 为梦而分离 而心千里无担忧 而幸福中无畏仇 我早生也几度就 不为儿臭 妈 以前都是儿子错了 然后 你别怪我 我以后肯定老是笑容的 我在这儿当着全国的观众们面 感谢你受养我 感谢你受养我 殷南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走吧 当看到这一家人 一家三口远去的背影的时候 有一个画面倒是深刻在脑海之中了 就是今天的儿子能够在歌曲的最后 会必说一声谢谢你们养育了我 我想有这么一声谢谢 可能对于这一对善良的老人来说 就是一种幸福了吧 在这里要感谢天下所有养育儿女的母亲 不管你们的教育方式是对还是错 但是这份养育之恩却恩重无山 我们同时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感谢陌生太阳镜对于本节目的特约播出 同时呢我们要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帮助团的老师们 谢谢你们 幸福来敲门敲开您的幸福之门 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